我也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大家跟学艺没关系 就是像妈妈刚才说的 就老师会有这种癖好吗 有啊 会吗 你们觉得有些老师很可爱吗 就是他说 比如啊 你像时候是可爱吗 就很可爱 他就经常写的题目 三加三等于几啊 五 那老师能不知道三加三等于几吗 所以这种突发性的提问 我觉得是特别可怕 那雷雷就比如在课上 老师提了一个问题 你是知道答案的 你是那种会举手告诉老师 就是叽叽叽 还是说你会那种把自己埋在 我反正每次上课都在街南逃 每次都是无人同学来 你来打一下 无人同学你来打一下 那其实我觉得老师还是想要说 给你外延一些知识面 就提醒你说可以继续再往前走一步 我今天听到读十二年 我就已经 哈哈哈哈 后来发现只是开始 只是刚刚开始 而且还只是开始 我看清楚 哈哈哈哈 继续开始 好好的 好好的